在加拿大約有百分之三十多人有肝眼症狀 而近年來肝眼症就越來越普遍 更加是有年輕化的趨勢 眼睛乾國和疲勞是肝眼症常見的症狀 如果不好好保養的話 更加可能會令到情況惡化 究竟當中有甚麼方法可以舒緩這些症狀呢? 又有甚麼改善的方法? 在今晚的健康原理 我們請來專家和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時光師布森堅表示 肝眼症成因包括環境因素 可爾蒙變化和其他身體疾病引起 肝眼症常見症狀包括 眼睛乾潔、容易疲倦、想睡覺、感覺有異物等 時光師會在檢查病人眼睛後 建議不同的治療方法 他表示 每天可以使用人工濾液兩次四次 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多用兩次 另外服用Omega-3有助改善肝眼症狀 而有連板腺功能障礙而導致肝眼症的人士 可以每天早晚各一次熱膚來舒活 不適的症狀 有時油膚不能動作 所以油膚經常會變硬 所以油膚不能出現 甚至能幫助眼睛乾淨 因此熱膚的硬碎 我喜歡說是像一種溫度的治療 它燃燒油膚、燃燒它 讓所有膚質流出 它基本上是讓你開啡 好了 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裡 有時候你會進去 我會喝的 你不會喝嗎